我现在不想给你撤这线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 你就让我清清清清吧 我听说 你在帮阿姨咨询转院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打算帮阿姨转到哪个医院 但我的意思是 留在美食接受手术 是最好的选择 你打算把阿姨 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转院肯定会折腾 阿姨还在昏迷当中 另外一个原因是赵主任 虽然他心知口快 介绍病情的时候 不会之间好地说 让你有心理负担 但他的医术是没问题的 这点你可以放心 我知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关于阿姨的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不要因为我们的感情 去影响你的判断 所以我才回来 跟 跟你好好聊聊 好 那就聊一聊 我考虑让我妈转院 只是想给她 更好的医疗条件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 医生说了 我妈是因为错吃了忌口的食物 才有发病倒的 所以说 这次的发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错吃东西 可是关于忌口的问题 我都告诉阿姨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妈生病 米白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不能知道 对不起 没有抓过阿姨是我的问题 但是米白的事情 你真的误会了 他帮我 你觉得他可以处理 我不可以是吗 秦医生 米白在你心里 真的只是一个同事而已吗 你知道吗 你让我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行了 现在不想跟你撤这些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 你就让我清清清清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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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赶紧 原生让我给你买的 这不是这几天阿姨病了吗 原生特别地担心 饭饭吃不好 觉觉睡不好 特别地担心你啊 感谢观看 我不想跟你扯着想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一会儿 你就让我轻轻轻轻吧